我喜歡的袋子都是比較小 賣雜品的化妝品的店舖也會買到 展示一下如何在一個這麼小型的袋子 裝到一、二、三、四、五、六樣東西 Hello MillsTV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不簽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What's in my bag 其實平時我的習慣就是 超級簡約 我拍戲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什麼都不帶 只是帶著電話出門的人 不過現在漸漸開始成熟了 就會開始 就是越來越多東西 但是我的原則 都是小東西 還有袋子裡面的東西 一定要很實用 因為我喜歡的袋子 都是比較迷你一點 比較小 那就展示一下 如何在一個這麼小型的袋子 帶一些最實用 而由我用到的東西 好 第一個就是這個糖 為什麼我會帶這個糖 因為最近我真的有點胖了 這裡寫著說 對喉嚨和聲音是好 讓我自己的感覺良好一點 還有寫著 Sugar Free 然後就是一個 史上最愛的充電器 這個充電器為什麼好呢 因為它有三個頭是自帶的 可以這樣塞在這裡 它是剛剛好可以 充滿我兩次的電話 但是它又不會厚到我的消費包裝不了 這個袋子裝的 就是我拍攝時才會使用的 我戴Kon 其實我的眼睛很敏感 和很乾 所以我盡量選Kon 是要一些比較滋潤一點 和不是很急眼 我自己就會戴 淺啡和深啡 和灰色三種顏色 我自己就會選一些自然一點的 十三點多的直徑 一定不會去到十四 因為眼睛太大了 其實呢 袋子裏面的 補妝的物件 只有兩樣 就是一支唇膏 和一個 湯熱 眼睫毛 棒 這個是一個最便宜的模特兒 賣習慣的化妝品的店 都會買到它的 眼睫毛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沒有黏 或者沒有直徑的眼睫毛 所以我是用自己的眼睫毛 如果我平時 塗Mascara 很容易會掉下來 因為眼睫毛太重 所以就隨時都要把它撩起 保持一個 卷卷有神的狀態 另外呢 就是這個唇彩 其實我小時候 都不太喜歡塗唇膏 可能一個潤唇膏 會抹就出門 但是人越大 對於純色的要求 好像有點不同 這陣子秋冬 穿得比較多衣 我就想 樣子精神一點 會塗一些比較鮮一點的顏色 早紅色 可能是比較中紅色 或者比較軟一點的紅色 都會塗 我就會隨機每一天 在化妝櫃裡抽一支 帶出街 我今天就抽中了這一支了 這一支是比較偏紅一點的 我已經塗在嘴上了 大家看不看得到 接著就沒有了 我的袋子就只有這麼大了 就是放到這 1 2 3 4 5 6 樣東西 這一個就是 全的東西在我的袋子 如果大家想看多點 關於時裝的內容的話 記得訂閱這個 Muse TV的頻道 我下班了 拜拜